好那我們要跟你們講說我們到底怎麼弄出來 弄出來的方法呢有一些 有一個我們還沒有完全教好就叫做畫圖吧 那還有叫做代公式 公式在這裡 講義放在八二四頁上 還要八二四頁有公式 我小時候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我都是代公式解決題目的 我小時候背了三個公式 現在我教書我給你介紹四個公式 兩個公式就夠用了 但是如果你公式背的越少 你就越需要去解連立方程式 那我聽我老師給了九個十個公式 提型一用公式一提型二用公式 我覺得太無聊了 我們就給了這四個公式 如有同學喜歡用背公式解題的 那就麻煩你把公式給我背好 好多次背好 那我後面會教畫圖法解題 那對於立體六而言這個沒有什麼好講的 反正就是每間隔兩秒鐘它都走一公尺嘛 對不對 所以說都是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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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學的做法做出來了 有 delta t delta v 我要有兩個速度去相減去除以時間 所以我就算0到1秒速度是6 1到2秒速度是5 這不是兩個速度了嗎 就可以相減嘛 去除以delta t 導師 你要有多少 就是1秒 上面的間隔是1秒 所以我就是1秒 導師 上面的間隔都會一樣喔 會一樣 阿為什麼會一樣 我剛才講過 打鐵計時器啊 時間間隔都一樣啊 所以上面的間隔如果是差0.5秒 我就除多少 我們就來除0.5 上面如果是差0.2秒 我就除以0.2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可以算出來 還有一個做法 有一點微積分的味道 不過我們就不要這樣教了 叫做 減兩次 減兩次 什麼意思啊 這個 6減5 6減0 6 11減6 5 我們取相0的就好 如果你跳過一格去取啊 你要變 那麻煩就不要了 再減一次 5減6多少 負一 然後你的負一呢 就除以時間的平方 這裡的間隔是一秒 就除以一的平方 為什麼要平方 因為你上面算一次速度要平方 要一個表達T 下面加速度還算是表達 這兩個表達要平方 因為這邊是一秒 所以這邊除以一的平方 如果這裡的間隔相差是0.2秒呢 這裡就在多少 0.2的平方 所以減兩次除時間的平方 哪裡就出來了 這有點微積分的味道 不過我說過我們不這樣教啦 你就這樣做就這樣做 OK 這是我們的做法 這是我們的可以這樣做 可以算出我們的加速度 OK 我們還有別的做法 我在八二次頁有寫兩種不同的做法 給你看 我怎麼做出來的 有一個是畫圖 那什麼之類的 減兩次的隨便 那麼第二個做法 可以多一個用處 可以算出出數 因為我剛剛那個講的減兩次 那個算不出出數 算不出出數 好 那你去看一下 請你自行參考 我未來會再交一些畫圖法來檢題 好 就這樣子 然後很簡單問各位一題 這個加速度多少 一樣 打點計時器 剛才我教的減兩種速度 將減除時間 或者減兩遍處理時間的平方 都可以 減兩次處理時間 都可以 這個加速度多少 這個加速度多大 停車站接問 這個加速度多少 二十二 二十二號大哥 你走 你好 你的答案多少 不會 不會喔 不知道 請坐 我剛剛講過 A叫Delta T Delta V 所以你需要兩個速度去相減 有沒有 好 0到0.1秒 一定速度 花多少時間 只多少位移 3.4 可以嗎 再找一個跟他同樣隔壁的 如果你不要跳 你跳的時候 就要變很麻煩 不要 忍久了 0.1到0.2秒 花多少時間 只多少位移 3.0 那你們就有兩個速度了嗎 所以Delta T就有了對不對 一減就好 那Delta T呢 上面是間隔幾秒 所以Delta T就是幾秒 所以上面間隔0.1秒對不對 所以就帶0.1秒 然後呢 後面減前面 然後答案就是負十 所以我們答案就算出來是負十 所以答案就是負十 可以畫成一個點 寫數字也是一樣嘛 一樣 打點計時器嘛 做出來的實驗結果 又問你說他加速度會有 多大 這是一種喜歡考試的提醒 所以你要知道 應該要怎麼算 就是我們的 練習十二 跟我們跟你講解 我怎麼樣手算出這個打點計時器 ST圖上面的 加速度會有多少 可以嗎 可以 很好